大学 大学 对不起 一下子 阿姨 你是阿姨 你是 三 对啊 我是赵辉 你们家住这儿吗 不住这儿 我们家还在往前呢 你妈妈恢复得怎么样了 她好多了 正按照你给的配方 每天按时吃药呢 对了 阿姨 我考上大学了 真考上了 哪所大学 金颜医科大学 是吗 没准几年之后 我们还会成为同事呢 真的 阿姨 到时候请你多指教啊 阿姨 我不跟你多说了 回家跟我妈报信去呢 快去吧 有时间到你家玩去 阿姨 我走了啊 再见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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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豆教辉 行啊 弟儿 我们家怎么冒清烟了啊 出去大夫啊 真不错小子 以后我回脏包有病的话就靠你了 什么有病有病的 大哥 我想提前感受一下做医生的感觉 怎么感受 你现在叫我一声 豆医生呗 那个 豆医生 生太小了 再叫我一声 豆医生 哪不舒服 对 行了 你们俩别闹了 什么 我买了个大瓜 放在院子里冰得差不多了 这口吃正合适 快走 吃瓜去 妈 我现在根本吃不下去西瓜 你看看 这个可比西瓜甜多了 豆兆辉同学 哪都看了好几遍了 走吧 算妈给你庆贺 走 豆医生 豆医生 吃西瓜 吃西瓜去 对了 到金阳还有一件事 你问问你二哥 跟小丽怎么样了啊 这家伙来了好几封信 一个你小丽姐的字都没提 妈 你是担心我二哥跟小丽姐要分手啊 是啊 我心里发毛啊 他又不是个小孩子了 你操这心干嘛呀 你说的呢 你以为你是你二哥呀 他跟你俩都不一样 猴经猴经的这家伙 他要心里琢磨点事 死活他都不告诉妈妈 他再经经不过我呀 对 妈 你最经了 对 妈 老二呢 要是不要小丽的话 我替你揍 你说小丽多好啊 我就没有老二的福气 我要是考上大学的话 我肯定追小丽 妈 老二他没 没那么傻 知道吗 你聪明 你和小丽子怎么样了 你告诉我 他学历比我高 陪不上人家呢 大哥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 你现在不比那小丽子差 他还是跟了你 那是他的福气 再说了 你现在好歹也是个老板呢 他算谁呀他 也对啊 活说得对 那当然了 什么高中生大学生 咱们不敢攀 这小丽子 你那些家产 够他妹妹的过一辈子呢 他配不上你 我跟你们说吧 他结婚的条件特别多 第一 什么全套家电 外国家居 存款 最少散了 我上哪弄这三万我年 这他跟你说的 现在这女孩怎么都这样 妈 别生气 如果小丽子是这样的人 我还不信我大哥娶她呢 她以为她算老几年她 你闭嘴吧 你哥谈个对象容易吗 妈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呢 想把全部的经历呢 这光老三少大学在说 其他的不顾客 好 行了小光 现在这 这会儿供小灰上大学 还用着你呢 有妈呢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 把小铃子给我早点取回来 听见没有 妈 大哥 我这一上大学 又给家里添了不少负担 可我真想上这个学 婚儿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你要是没考上大学 我绝对不催你再考了 咱跟大哥似的啊 自己有本事饿不着 你考上了 考这么好的成绩 你干嘛不上大学 你好和我学习 什么也别想啊 妈顾你 老三 咱妈说得一点都没做 你知道吗 在大哥心里 咱家每一个人 我都不会让你们难过 这个学 你一定给大哥好好上 妈 大哥 对不起啊 老三 我说你不喝了是吧 没事没事我就看了 老三 好 lessness 我说你不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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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